請各位先看一下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的這個部分 記得是第四單元 然後打開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假如說我想要知道一個答案 就是說到底大樂透好像是2004年開始到現在 總共開出來它的號碼 大樂透好像跟樂透歷規則不太一樣 好像是總共它是開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你可以點這邊 底下我是Google查了一下大樂透歷史 網路上其實可以查出大樂透歷史的連結還蠻多的 其中有一個叫樂透雲 樂透雲裡面的話 它就把歷年來的這個號碼都放上來了 所以最近一期的好像是11月12號吧 好像就是禮拜二的 所以今天的還沒開 所以理論上今天應該禮拜五吧 禮拜五應該會開 那它就放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號碼我記得規則好像1到49號 OK 那total的話呢 它這個網頁裡面就有全部的喔 OK 所以全部的部分總共有幾個頁面 你會發現它不是把全部都放進來喔 它是一頁一頁放 所以理論上這個是第一頁 有沒有 然後呢 全部的話有76頁 所以今天會有個需求啦 假如你要做統計分析 你需要先把網頁上的資料 先匯錄到eSale OK 如果沒有匯錄到eSale 你就沒辦法做統計分析嘛 OK 因為網頁的資料 那問題你要怎麼做 以往如果假設喔 你不會所謂的爬蟲 網路爬蟲的話 那你變成你需要怎麼做 可能就把這個選起來 Ctrl C 然後再Ctrl E ESale貼上嘛 那問題這邊有76頁對不對 那你變成你要做76次 好像很浪費時間耶 而且如果資料更新的話 你不是要再做76次 每天都做76次 你煩不煩啊 太累了吧 所以理論上喔 我們會需要加快這個速度 那怎麼樣加快速度喔 理論上你可能需要有那個爬蟲的概念 應該有聽過這個爬蟲這個名詞吧 那所謂的網路爬蟲 簡單講起來啦 就是把網路上的大數據 快速的把它匯錄到你想要放的 這個一個平台 那通常 當然目前用的最普遍是eSale 所以其實理論上就是把它匯到eSale 這件事情 那怎麼做喔 所以今天重點就是 我們如何透過VBA 這個可能也只能用VBA 因為公司裡面沒有爬蟲這個東西 所以如何透過這個VBA 幫我撰寫一個爬蟲 快速的把資料 把1到76頁的資料 全部匯錄到eSale 而且最好是可以幫我 快速的就是這些號碼都呈現出來 那我只要有這些號碼之後 那我可以透過eSale的統計分析工具 那就可以知道 到底1到49號哪一個號碼 它出現的 當然你簡單先次數 次數最多 其次就是算它的機率 然後最後呢 我只要知道前幾個 前幾名好了 比如說剛好 如果你假設經過投注站 你想要買個希望 有沒有 那你就把最高的那7個號碼 記下來 然後就投注站簽一下 可以今天晚上開一下 然後你就中了 那你就從事以後怎麼樣 就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 我不知道 假設啦 這個只是假設喔 OK 那我們該怎麼做 如果你假設不會爬蟲啦 我就真的你做到下課你就做不完 但是如果你會爬蟲啊 馬上就有結果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學習 如何在eSale裡面 寫一個簡單的爬蟲 OK齁 首先第一個你需要知道網址 我就知道它的網址 那網址的話呢 如果你點選第一頁的話 你會發現喔 請各位觀察一下 如果你點選第一頁 請各位看一下上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URL 白話意思是什麼 就網址 所以URL 有沒有 這上面是URL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那個 縮短網址是TinyURL URL就縮短網址 OK Tiny就短的嘛 網址就URL 所以呢 這個URL有什麼變化 請各位看一下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地方多一個問號 有沒有 什麼什麼ASP加個問號 那你會發現有個規則喔 後面有個參數名稱 叫做In-Page等於1 有沒有發現1 那我剛剛點了什麼 點了1耶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第二頁的話 會不會變成In-Page等於2 這個試試看就知道 你點2看看 2 有沒有發現 In-Page真的變成2了 所以喔 你似乎有找到一個規則 就是說呢 將來呢 我如果要把1到76頁的資料都秀出來的話 那我只要變更它的URL 這個數字就可以了 那這個數字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當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不就 假設我今天如果要讓它 從1變化到76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寫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 就說forI等於1 2 76 那這個I的值 就剛剛好是1到7 那不就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我不就可以達到我要的結果了 對 其實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喔 OK 所以 但是我們也就不要一下子全部做啦 我們只能夠先抓第一頁之後 再把其他頁面也抓下來試試看 OK 那怎麼做 第一個啦 你們可以先開啟雲端的講義之後 往下捲動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是我自己試過 應該算是最簡單的程式碼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ChalkP幫你產生 只是說ChalkP產生的程式碼 那真的是非常複雜又冗長 所以我是建議乾脆用範本好了 就跟我們之前那個畫那個什麼 折線圖畫那個圖的時候 ChalkP也是給了 但是問題它程式太長了 後來我不是跟你講說用錄製的就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程式如何產生會是比較好的方式 可能你還是要自己有一個比較 那最後當然不要選那個太複雜了吧 最好是選那個相對你比較容易掌握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這邊有個範本 跟各位講喔 這個範本裡面 你需要改兩個參數就可以了 第一個參數就是 UIL封號後面 請你加上它的網址 那網址就是剛剛我講的那個UIL OK 有沒有 在這邊是UIL 所以意思說 封號後面請你放的就是 你要抓的那個網頁 它在哪一個位置上面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WebTable 這邊有一個雙引號 請你在雙引號裡面放 它這個網頁裡面的table 是第幾個table 你說老師這個table是什麼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table指的就是 你們在這個網頁上 請你點選 我的習慣是這樣 當然你如果要做爬蟲 其實還蠻複雜的 為什麼 因為呢 如果你要把資料爬取的話 其實理論上 你看到的是因為瀏覽器幫你解析 解析結果你看得懂 但是問題是 它背後的到底是怎麼運行的 所以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有一個叫檢視原始碼的 有沒有 其實跟各位講 它的原始狀態就長這樣了 哇 你說老師 天啊 這什麼天書 跟各位講 實際上我們爬蟲是要解析 這個背後的東西 把裡面的資料取出來 但是你說光這些東西 看了就吼暈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盡可能 能避開就避開 如果不能避開 那我們就想辦法 那其中的話 請各位一定務必要知道的 其中啦 這東西當然你選很複雜 你暫時先不管 你至少要知道一個訊息 就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裡面有很多的所謂的標籤 那標籤的話 它一律是小於符號開頭的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小於符號開頭 其中呢 有幾個標籤呢 你一定要知道的 第一個標籤 就是小於符號table 那顧名思義吧 這個標籤呢 開始的位置 就是在這裡啦 有沒有 就是table ok 第二個標籤呢 就是叫TR TR的話呢 其實T就是table啦 R的話呢 就是row 就是tablerow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一列的意思 表格裡面的一列 第三個 你一定要知道的標籤 叫做TD TD的話呢 其實就是一個儲存格 ok 所以這三個 你一定要知道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參數裡面 那個web table 這什麼意思 其實指的就是說 這一個原始碼裡面 這個table標籤 你是要的 是這個網頁裡面的 第幾個啦 那你說 第幾個怎麼算 其實大家比較不聰明的辦法 是直接這樣算 有沒有 從八地以下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 第二個 結束在這裡 有沒有斜線就是結束 這個頭 這個尾 這個是第一個table 第二個table 好像不是我們要 第三個table 這個好像也不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這邊還有一個 漏掉一個 所以這個應該是第五個啦 所以將來你只要填上五的話 那就是我要抓的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這個大概跟各位講 不過你說老師 這個方法好像有點難 如果那個網頁 原始碼一堆的話 那我怎麼找 不過我待會講我其他的方法 所以呢 第一件事喔 請各位先開啟你的Excel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開發人員先找出來 或者你直接如果你不開的話 直接就按Auto加F11吧 就把VBA叫出來就對了 我直接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這樣比較快 然後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 然後呢 我這個時候要寫一個程式 所以插入模組 反正Visual Basic 下一步一定是插入模組 然後呢 把剛剛的這個 在雲端上面第四頁有沒有 這邊叫範例程式碼 Sub到NSubC 貼到我們的模組裡面 把它貼上 那接下來記得喔 你需要增加兩個參數 一個是網址 就是分號後面 貼上剛剛的這個 你要下載的網址在哪裡 在這裡 樂透語有沒有 我建議你就直接是 它的狀態是 in-page等於1好了 因為我們先抓第一頁 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呢 請你再貼到Visual Basic裡面的 UIL封號跟 後雙引號的中間 把它貼上 這字有點小耶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放大一下 放到14號 OK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 封號的右邊 貼上這樣就OK 那記得喔 這個網址貼上之後 前後不要有任何的空白 OK喔 不要貼錯 不要少也不要多啦 反正就這樣就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的是 第五個網頁標籤 所以這邊填上5就可以了 5的話指的就是 我要的是 那一個網頁原始碼標籤的 第五個位置 就幫我把那個表格的資料喔 通通抓回來 那你說 老師那抓回來會有很多標籤 不會啦 這個 這個物件叫 querytable物件喔 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會自己幫你解析掉啦 你只要告訴它第幾個 它就幫你解析了 OK 所以這個querytable 我倒覺得還蠻好用的 好處就是 它應該還算簡單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速度 效率也還蠻高的 就抓資料不會說抓很久啦 OK 好 這樣就OK了喔 那下一步呢 你就直接把它執行了一下 那你如果假設程式沒出錯 理論上它就會看到最後的 應該有一堆資料跑下來了 OK 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結果是這樣 那恭喜你 你已經 爬取第一頁資料了 也就是 理論上就是 你已經會網路爬蟲了 OK 所以以後如果人家問你說 你會不會寫網路爬蟲的程式 你就勇敢大聲的說 會 我們上課有教 OK 那表示你會網路爬蟲了 OK 其實也沒有很困難吧 就是這麼一回事啦 那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別人就把它弄得很複雜 其實別人就是用別的 比如說用Python Python就很複雜了 不過大體上原理原則差不多 只是說呢 他用的方法相對複雜啦 OK 當然你有簡單有複雜 當然你 為什麼一定要選複雜的 其實簡單一點不好嗎 OK 比如說他現在 如果從這邊要到高雄好了 方法很多吧 你總不會說選擇走路吧 應該沒有人想要走路 走路要走多久 好像之前有一個 那個什麼 台東還是什麼 哪一個花蓮還是哪一個學校的學生 然後他就是放暑假的時候 就開始要環島 但是他是步行環島 結果他就從他們學校出發 然後呢 暑假結束的時候 跟他走到遠點 又繞一圈了嘛 出發的時候呢 皮膚是白的 可是繞一圈回來的時候呢 大家已經不認得他了 因為他已經變黑了 OK 不過這種方法應該也蠻好 蠻勵志的啦 OK 所以意思是說 你們會不會暑假的時候想說 我們從學校出發 然後環島 步行環島 應該 好啊 所以如果你想要選 你要選 最好是搭高鐵就好 有沒有 所以你從這邊搭到北車 買個高鐵票 咻一下就到了 是最快的吧 OK 所以選擇 這類似像這樣 工具 OK 所以方法很多喔 你千萬不要選一個 相對複雜的方法 所以這個爬蟲 就應該我是覺得 目前 因為我已經幫各位篩選過了 這個方法應該最簡單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再有更多的方法 你可以請ChargeP幫你生成 沒有問題 你可以跟他描述嘛 請幫我下載網址冒號 就這個網址 然後呢 Enter就可以了 他會幫你寫 請幫我寫一個VBLSARP程式 下載網址冒號 就這一個 Enter他就幫你自動寫出來了 OK 那只是說 你們可以試試看 寫出來程式至少20行以上 還不止 而且非常的複雜 另外解析 你可能要看得懂標籤 除了table標籤之外 還要TR還要TD 哇 相當複雜 不過後面有機會 去看相對複雜的爬蟲 因為我們這個範例是比較簡單的 先讓大家比較沒有太大壓力 可是後面的東西 我們後面會有很多範例 就是去抓網頁資料 把它放到Excel這件事 那他不能用cretable的話 那你可能要用別的方法 至於用什麼方法 我們後面再來談 好 那你說老師第一頁已經OK了耶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有76頁嘛對不對 所以 我們需要怎麼改 很簡單嘛 indage page等於1對不對 那我如果假設我1已經OK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2也抓下來的話 但是抓下來的時候有一個問題喔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參數 底下UIL的下一行 叫做destination 有沒有發現 這是放哪一個目的地 哪一個儲存格開始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叫range 錢 其實錢可以拿掉 因為已經是絕對位置了 所以你其實不加錢沒關係 那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賄賂的時候喔 幫我賄賂到A1的開始 所以他會一直往下放 好 那可是問題第二頁喔 如果假設你這邊改成2的話 你再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他還是A1的話 有幾種可能 第一個他把它蓋住 蓋掉了 因為他還是從A1開始 第二種可能就是他會 你可以試試看好了 執行一下 欸 他有執行的 可是他實際上的狀況 跟我們想的不太一樣 他好像會把第一頁的資料怎麼樣 擠到右邊去 所以第二頁還是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第二頁 應該看得出來吧 2024的11月12 然後2024的7月30 那如果你說他第三頁呢 那你第三頁你再把它改一下 那這樣不就再執行 他一樣喔 他會放在A1的話呢 他會把第一頁跟DA1 再往右邊擠 所以你再執行一下 那這樣不就又擠過去了 所以如果1到76 不是就全部都擠到右邊 所以變成說第一頁在最右 一直往 往左的話就是分別頁數越多 你說老師這樣不對啊 這樣好像沒辦法統計耶 我們需要統計是什麼 應該是把它放在同一列 應該是同一個縱向方向吧 所以我先把它全選 把它刪掉算 重來一下 全選的話 記得是A1的左上角這邊點一下 按Delete就可以了 Delete就刪除 好 那把它恢復 所以如果正確的狀況 應該是我先下載第一頁 有沒有 第一頁 先放A1嘛 對不對 然後我第二頁的話 應該是讓它Ctrl向下 Ctrl向A1 Ctrl向下 它會怎麼樣呢 移動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那我要放應該是放在最下面的下一個 這個位置有沒有 所以這邊應該多少 92嘛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改成2 這個地方改成92 按值起 有沒有看到 有了吧 那你說老師那第三頁怎麼做 很簡單嘛 把它改成3 這邊改多少 這邊改多少 很簡單嘛 你把游標呢 再放在 其實不用Ctrl1啦 反正就放在Ctrl1 再往下追蹤 那你就Ctrl向下 它就會直接移動到最下面列的位置 那總共這邊應該是182加1嘛 所以這個應該是183 所以A183 然後再把它執行 有沒有 第三頁就OK了 那你說老師該不會呢 從IndatePage的1一直到76 就這樣 可不可以 其實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如果你會寫程式的話 那你就應該知道 我們剛剛這個程式裡面 會有兩個變數 我只要能夠解決這兩個變數 那我的程式就寫出來了 所以理論上 我們等一下會改一下 就是把它改成1到76頁 那需要改變這個位置 所以這裡會需要一個變數 也許叫I吧 另外這個地方 也需要一個變數 那這個規則剛剛講過1到76 這個的話就是 它的初始值是等於1 對不對 它之後的值是多少 就是我剛剛不是Ctrl向下 所以我可以用追蹤的 就是從A1向下追蹤得到的列 我再把它加1 就是它將來應該放的位置 所以我這個描述 如果你可以把它寫成對應的程式 那1到76頁就全部下載了 我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那你就寫寫看吧 應該也不難 所以大概就增加一個回圈 加上一個K的變數吧 K跟之前那個 有些地方蠻像 像那個什麼 我們畫折線圖 有沒有 不是K K等於K加10 這個地方不是加10 這個地方是向下追蹤加1 怎麼寫 試一下好了 不過順便講一下 這個Creditable 如果你假設用Mac 蘋果電腦的同學 很抱歉 這個Creditable 它可能不支援Mac上面的Excel 所以你用Mac執行VBA 是可以執行 但是可能會沒辦法執行正確 Creditable 那你說不是Mac 不是也是微軟幫它做的嗎 我是覺得微軟好像在這地方 有做了一些 就沒有完全支援 所以Mac上面的Excel 雖然是大部分都相同 但是好像有一些功能是不行的 那為什麼不行 這個我也不知道 所以有的時候最好 如果你要完成的版本 你最好還是在用Windows裡面Excel 試一下 先把大二頭這部分先試 待會想想看 如何把它改成1到76頁 然後自動向下追蹤加1 就增加兩個變數 再讓我們再改成整套